看這個 你可以看到什麼 他的眼皮跟眼尾明顯改善 眉毛上面的凹也改善 很明顯 像這個只有做下臉 他終於沒有做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的下臉上蹄變小 緊緻 輪廓線跑出來 你看這個 這個臉型非常的大 用深層的埋線 準確的判斷 變美的方式 從儀器 注射 微創 到手術有各式各樣的方法 一個只會注射的診所 沒法給你全面的處理 一個只強調手術的醫師 也不能給你完全的建議 提供全方面的知識 打破商業化的謠言 選擇最適合的建議 打破醫美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打破醫美謬思 今天呢 我又是在破解話術的系列 很多人想說 喘調 就是線性的提升 是這兩三年 開始紅的一個療程 其实不是 我自己就已经做了十几年 只是十几年前 台湾有在做的意思非常的少 我们刚刚也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管是线本身的材质或者技术 都还要再改良 线呢 它的原理是这样 不管你是什么牌子的线 线上面呢 基本上就是有导勾 或是有这个小铃铛 一端呢 勾在上面 一端勾在下面 百分之99.99的程度都是这样做 顶多有一点小变化 一点曲线 或是稍微有一点曲折 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呢 就是用这种方式勾住 十几年前做的时候 一觉得哇 这个效果真的太好了 那个时候只有所谓的电波 音波都还没有出来 一代电波 那个时候力量也很弱 觉得没有什么好方法好提升 去打肉毒提升 那个效果 素节素后照也看不是那么明显 那有时候去打玻尿酸提升 那不是真的提升 那是一种Tenting 做出来对一些真的比较垮的 效果都很差 像这种直径直出 我现在后来发现问题来了 做完以后 哇有时候表情一动啊 讲话吃东西 它就会脱钩就掉下来 拉完拍好V哦 参加音乐好V哦 跟人家聊天哈哈哈哈 好 咚 现在断掉了 我是脱钩掉下来 你看它多恐怖哦 真的会有这种事哦 后来发现这个方法不OK 为了要改善这个方式 我真的是 人家说走遍大江南北 我不是 我是走遍五毒四海 各个州啊 除了南极州跟非洲没有去 我基本上大概都 去看了各式各样的流派 然后找一个方法 最适合华人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代八字 在做一代八字的时候 就慢慢的演化 因为我对电波过来比较熟 我发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人的脸有分三层 皮肤筋膜深层 这个线我们不能只做浅层 人的老又不是只有皮会松 你底下的筋膜也会垮 深层的组织也会垂 所以就开始发展 深层的拉底 事实上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会发现说 它还是有一些限制 一代八字做的五六年 又衍生出了二代八字 二代八字做一做 的确比一代八字好 但是又发现 有些问题它解决不了 后来再衍生到现在三代八字 它再变成一个是 我觉得它很稳定 然后它可以解决很多 以前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一直说 医疗这个东西 它是需要 update 还有upgrade 如果你一直守旧 你一直用旧的方法 那是不OK的 对患者 对求美者 不公平 不过这两三年 开始有很多的衣食 很多的诊所 开始接触线雕 对 我就发现 越来越软 开始有很多的话术 那我们就搜集了一下 我们常常听到 所以我一开始听到 我都很惊讶 震惊 第一个 很常听到 可是其他诊所说 线可以维持三到五年 对 有听过对不对 哇 那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我只好拿出 这个胃部布的这个线 它就一年就吸收 因为线会刺激 胶原蛋白增生 所以可以维持三到五年 这篇医学论文 是我的好朋友写的 这动物实验呢 它就是把这个线 插到实验用的组织 插在这个组织里面 它会刺激胶原蛋白 那这个胶原蛋白 它维持着实现 每个时期 线呢 它本身大概一年左右 会吸收 但是它刺激胶原蛋白的部分 是不会超过零年 三代八子有一个 很大的不同 它除了可以做深层之外 它可以同时拉深层 浅层跟中层 那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在拉的时候 它这样一个环形的构造 它是一个真正的环状 真环状 因为外面有假的画素 跟人家说 它们是环状 它其实就只是 把线在里面 用一个曲线 那不是真的环状 真环状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真正的环状 才有办法做出这个套锁 它才有办法把组织锁紧 才不会很容易就脱入 即使是这么强 拉里这个线 一年多还是会吸收 后面线会刺激 浅然大白增增 所以它维持的时间 是不可能超过两年 只要有人告诉你 这个线它的效果 会维持超过两年 我告诉你 它只是 它只是要让你觉得 物超所值 微整就可以达到 这么长久的效果 好 线可以取代拉皮 有一些状况 是线没有办法取代拉皮 像这种状况 坠皮太多 这种状况拉线会有用吗 线它基本原因就是把它勾住 或是我们环形把它套住 但是它会把这些 多余的组织消失吗 这个魔法才做到 连魔术都做不到 何况是医疗 而且像这一种 坠皮很多的状况下 你去拉 就会凹凸不平很厉害 然后如果我今天为了效果好 我要把它拉紧 那你是不是很多 多的组织就会堆在这里 难道你要每天用头发把它挡着吗 不行嘛 你就说那我不要把坠皮堆在这里 我就拉一点点 拉一点点就没有效啊 拉线可以取代拉皮吗 会讲这种话的 通常是因为它不会拉的 有时候就会听到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啊 不要做手术拉皮啦 手术拉皮 啊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 你这个打打仪器就好了 打完回来 会这么点蛮这样 嗯 你比较严重一点 那我们来拉线好了 线呢 用完怎么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效果 那这样好了 再补一点线 再做另外一台仪器好了 怎么还是不是很理想 我觉得你真的太严重了 不然我介绍手术医师给你好了 像走流水线一样 从最简单到最难 结果你做个拉提而已 花了一两百万什么东西都试过了 不是这样嘛 就像我们开头影片讲 一个只会做微诊的医师 他没有办法给你 手术的一个建议 一个只会做手术的医师 他可能就跟你讲微诊都不好 如果你今天想要做提升 你要找医师 应该是他对拉提这件事情 特别有研究 不管是 所有跟拉提有关的东西 他都很懂 他看到你的状况 他把你诊断完之后 他才告诉你怎么拉提是最好的 所以一开始诊断很重要 该怎么做 选择什么 应该一开始就告诉你 而不是让你每一个流程都走一遍 把你的口袋全部都掏出来 你最后才发现 原来我得要这样 对 这个其实很多YouTube商 为了销售很多斟酬 为了推销也会这样子讲 说拉线没有恢复期 我跟你说什么样会没有恢复期 不要做就没有恢复期 真的 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 我们常常遇到有一些假拉皮 这里划一刀缝起来 一边手处半个小时 这里都没有做 当然就不会肿 今天只要你有拉的部位 会不会微肿 多少还是一定会 所以我们常有时候会遇到 有客人就是说 那跟我说不会肿 结果做完以后还是肿了好几天 他说那是你体质的问题 发现它本身是一个侵入式的东西 不会像猪头那么肿 可是它会肿 很多人说不然你怕肿 我们打阴波跟电波好了 阴波跟电波它的基本原理 就是利用能量加热组织 就像这个塑胶带 你用热风机吹一吹 它就有点收缩 那这个热能对你的组织 有没有可能造成一些水肿 还是会的 除非你今天打阴波电波 把能量调到最低 调到比吹风机还要低 它就不会肿 有效的音波跟电波 还是会肿 对 那它会不会痛 这个还真的是要看个人对痛的感受度 因为线上面有导钩 所以有一些人他可能在做某些动作 或是吃东西 就是他有时候他还是觉得会有一些痛感 只是基本上这个痛感 大部分都是可控的 就是吃普拿疼 吃痛要是可以控制 好 白线可以填平静态的温度 这个宇宙中的基本定理 锤的东西要怎么改善 拉 凹的地方要怎么改善 填 会有销售的话就说 你这一锤 那我填一点东西把它拉紧 好像跟这个宇宙的定理不太一样 填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凹 拉线它是为了拉提 我拉一拉你这个凹就不见了 这样怎么对 我之前有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一个示范 很突然误解一件事 我只要把它拉平 这个凹就不见了 你今天如果单纯把它用线拉紧的 肌肉只要一收缩 一样会把它拉下去 可是它底下是空的 我们脸上的这些组织 我们脸不会允许有空气存在里面 所以隔一阵子这些组织 还是会慢慢沉下去 去贴住底下的支撑物 今天有一块布 它中间是凹的 很多人想说我把它往两边一拉 它就平了 你往旁边拉它 它暂时会不见 可是隔一阵子以后 在底下没有组织支撑的 它还是会凹下去 所以这就是一个销售的话术 好 之前 我们有一些台湾医师会去大陆 蛮比较走绪 就是四处用 就跟我说有人专门在卖这种疗层 我跟你说它的线掉很神奇啊 都完全不会种 因为它就是通通把线埋在头发里面 埋在头发里面 这里都没有用到 我刚刚讲一个重点 不做不碰就不会种 埋在头发里面你觉得很奇怪 我跟你讲 一开始是真的有用的耶 你今天把这个往上埋 它这里的组织拉紧了 多少会改善一些嘛 可是问题来了 假设我们的脸的这些组织 皮肤它是有弹性的 你今天拉这一块 就是拉远端的部分 你远端这里很用力拉 下面会不会多少有一些牵扯 有 可是你上面这里拉很多 这里却只会动到一点点 所以它效果其实并不理想 而且重点来 我们的脸部上面有很多的韧带 这个韧带呢 它就像一堵墙 把我们的脸分成内侧脸跟外侧脸 今天这有一堵墙 我把这个线穿过墙去勾 这个墙后面的一个东西 那你从这边拉扯 你的力量很大一部分 会被这个墙摔角 今天你只做外侧 那这个力量有办法穿过这个万里长城 把这个力量传递到这吗 其实很微弱 所以你今天做这个地方 一开始前面几天 你会觉得有点用 可是它维持时间 一两个月它就掉下来 当然我没有遇过有些客人说 我真的很想要让自己看起来好一点 可是我马上要结婚了 我真的不能有恢复期 不是我明天要相亲 我明天有一个重要的面试 要怎么我要好一点 然后我真的完全不能走 那我要提升一点 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做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是一个初学者会做的方式 做完的确暂时会有用 而且真的不怎么轰肿 但我都会很明白说 这个方式是帮你度过这个紧急时期 它并不持久 我们常常遇到会有客人问我们说 那个我们要省线 我是不是这样子拉 我这里这样子拉 中脸跟下脸就可以同时提升 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构造图 这个呢 红色的就是我们脸的各个韧带 如果我今天呢 我们要像它这样子 用一条线同时拉中下脸 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穿过 颧骨的这个地方 就是要穿过这一区 红色韧带最多的地方 其中有个韧带叫面横韧带 因为你想说它同时拉中下脸 你就选择在法令纹跟嘴边肉交接的地方 这样一拉 那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树就是我们脸上的韧带 这个有导购的这个就是线 当你今天线穿过这个韧带一拉 就很容易造成它凹线 因为这个导购就勾到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 它牵扯到就会导致你的脸 而且凹凸凸的状况 拉完就会像有这样的一个凹 就是勾到面横韧带 那这个就会很恐怖 就会非常的不自然 最常见的 比如说很多人来 我就说你拉过线哦 张医生们知道 因为它的颧骨下面这里就不正常的凹线 而且这个凹线常常就是像这样一条一条的 它的线就是就有穿过颧骨这个地方 想说我穿过这个地方可以同时拉中下脸 就有这个线就勾不到这个韧带 就像这样一个凹线 大家以为这个线吸收的凹线就不见了 没有 我跟你讲这个线它吸收了 有时候那个凹线还会一直在那两年 这么可怕 去年这个疗程听说卖很多 但今年又比较熟练 我相信可能有人已经试过额头拉线有没有晓 有哦 可是额头拉线它维持时间很短 我想讲啊 你每天吃饭 假饭 你的嘴巴会动到一万次吗 不会 可是你今天就算你躺一床 那什么事都不做 你眼睛在那边杂动 都会一万次 你眼睛在那边杂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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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牵扯到你的线 同样的线做额头 它维持时间会比做脸的短 大概只会是脸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外面就有一种卖法 他就跟你说我们的额头拉线会比较短 但是呢做完以后大概四个月以后 你要回来我们帮你回补一下 好那效果可以更持久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没效了 你们说可是这个诊所很好耶 他还免费帮我回补 你一开始付的钱就已经包含这个东西了 很多人还不懂意思哦 这个做法就很像 肉毒可以维持多久 最多半年 目前全球科技没有人有办法 把肉毒的时间延长更久 但是我以前还真的看过人家 我们家的肉毒可以维持超过三年 啊我这个肉毒呢 因为可以维持三年 所以比晚年归六倍 但是你打完之后 你每四五个月你回来我们帮你补一下 诶 这个肉毒好神奇哦 就是因为你要快没效的时候就帮你补 算的比较贵的原因是 因为他已经把后面的钱都已经算在里面了 等于你一开始被强迫 要一次付了三年的疗程 这个是一种套路耶 你现在听我讲你觉得这很瞎 可是真的好多人在被这样骗 我没想到 哦双下巴打小指针就完美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这个构造图 脖子跟脸也有分三层 浅层的是皮肤跟皮下脂肪 中间那一层是筋膜 深层的也有所谓的深层脂肪垫 那我们双下巴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就有一个这么大一块的深层脂肪垫 这个深层脂肪垫可以靠拉线不见吗 不行 可以打小指针吗 不行 所以像双下巴要治疗的客人 你看我每一个来 我会在那边摸一下 然后带他进去做淘音波 我们用淘音波可以看出来 你这个双下巴问题是来自于 皮下脂肪和深层脂肪 如果是皮下浅层的问题 要那好解决 拉拉线 抽抽纸 但如果是深层的 你只能用开刀的方式 才有办法把这么一大块的深层脂肪垫拿掉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 他的双下巴很大 怎么埋线 怎么打螺子针 都没有用 因为他的问题在深层 所以 医师在帮你决定疗程之前 绝对不是看什么疗程最赚钱 绝对不是看什么疗程他会做 而是你要诊断 他应该做什么 再决定怎么把他治疗 你如果也认同了 也知道了 医美就像传统疾病一样需要诊断 你就不会被骗 接下来这是最扯的 这个是这一年来 我超常看到 假装不是拉线的拉线 这是我在台湾做五肯筋膜提升的第五天 大家帮我看看值不值 素权的我皮肤松弛 法令纹明显 口角囊带显现 非常显老 讲到这个我真是想要骂脏话 你看这个影片很多是在 大陆一些很夸张的宣传 但是在台湾也很多 他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完全不用动刀 就可以做到拉体 这个伤口完全都没有恢复起 科技进步 技术进步 其实他在里面偷偷买线 我们平均一个月 我们会开到多少 在前向诊所 他以为他开的是拉屁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买线 这个有意义吗 他维持的时间就跟线雕差不多 你一开始就做线雕就好了 你干嘛动这一刀 他不然就是用骗人的 你看我们连刀口都没有 就可以帮你做无痕的 这个拉屁 他其实就埋线 然后人家问说那你怎么进去的 你那个刀怎么进去 你的高科技啊 用什么东西 好扯哦 这一年这种广告真的是 你随便上网倒几百个啊 很离谱 所以这又扯到一件事 树中录影 你这么神奇 录影给我看 他会说是我们的机密 可是网路上这种广告有几百个耶 你如果是机密怎么有这么多的人都在做 都说是无痕的什么什么 你录影给我看啊 为什么不敢录 为什么我敢录 为什么我们诊所每个人都敢录 看为什么你不敢录 这是权益耶 我的权益 为什么你不敢帮我录 因为他有鬼 所以有很多跟你说 他是手术 其实他是拉线 不要被骗 对 最后一个常常有人在卖 拉线搭配电影波 其实我只能说 如果需要这样搭配 那可能是你线拉的不够好 不够紧 所以我们三代法师可以同样拉前程 可以拉筋膜 可以拉深层 电影波他只能做到筋膜以上的部位 既然线每一个部位都能做 干嘛还要再多花一笔钱呢 因为这样包装起来 可以卖比较多钱 好赞 谢谢 我今天会不会被杀 如果这个人生性开朗 绝对不会有自杀 发表不自杀的声明 赶快先声明 好我们今天抱着的声明 因为也跟大家讲了很多 事实还有真实的事情 大家有问题呢 欢迎可以私讯我们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频道很好 可以带给你正确的资讯 带给你朋友正确的资讯 欢迎你把这个频道转给你朋友 实证医学才正确 述中录影 别忽略 没效的才是最贵 要做要找专业哦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哦 拜拜 变美的方式 从仪器 注射 微创 到手术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 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 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 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 提供全方面的知识 打破商业化的谣言 选择最适合的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et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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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